8月9日,全美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连续三天,日均增长超过10万例,比过去一周上升了35%。 其中,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和阿肯色州的病例激增状况最为严重。 全美范围内的住院人数在过去一周上升了40%,死亡率上升了18%。 佛罗里达州已经连续八天刷新冠住院人数的记录。 此外,在全美范围内,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接受治疗的儿童数量也在上升。 8月9日,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为了遏止南部边境再度出现非法入境潮, 拜登政府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 一方面加快递解程序,另一方面则加强起诉擅自闯关的无证移民。 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官员沿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的公共卫生命令规定, 遭到查击的中美洲国家非法入境移民,将乘飞机到墨西哥内陆地区递解驱逐, 以避免偷渡客连续闯入境,造成新冠病毒疫情扩散。 此外,拜登政府也重启特朗普时期的加速驱离班机,将无法被递解到墨西哥的非法入境家庭送出美国。 美国财长耶伦8月9日表示,参议院基础设施法案中的加密货币修正案将在打击逃税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8月8日,阿富汗塔利班占领了阿东北部塔哈尔省首府塔鲁坎市, 这是塔利班当天宣布攻占的第三个阿首府城市。 近日,美方已出动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对塔利班实施袭击。 美媒指出,虽然白宫定下的撤军最后期限为8月31日, 但如果塔利班向阿首都喀布尔持续推进, 美国总统拜登将可能下令继续空袭阿富汗。 随着奥运胜火缓缓熄灭, 第32节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8月8日在东京落下帷幕。 在16天的时间里,上万名运动员一起拼搏, 共同创造新的历史。 从7月24日杨倩涉落手金,到8月8日李倩用夺银牌, 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 共取得了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 8月8日, 十四头北夷亚洲巷经中国云南省玉溪市原江县老213国道原江桥安全渡过原江干流, 从原江北岸返回南岸。 项群筑签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截至8日夜间, 项群在玉溪市原江县红河街道临地内活动, 距离普尔市墨江县辖区最近26公里。 项群在监测范围内总体情况平稳,人相平安。 如今,项群即将回家, 后续现场指挥部将继续科学引导, 全力保障项群安全,帮助其尽快回归原栖息地。 或者称调标学引导,人相平安。